欢迎来到明星新闻中国渠道,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演技之路不断突破,赵丽颖从小花到女神的蜕变之路 赵丽颖,一个名字,一段传奇 从初出茅庐的荧幕小花,到如今的演技派女神 她用才华和努力书写了自己的逆袭之路 在电视影评上,赵丽颖的演技之路可谓是百花齐放 从《新环珠格格》中温柔贤淑的《情儿》开始 她的清新形象便深入人心 而在《珊珊来了》中,她化身为活泼可爱的薛珊珊 用天真烂漫的表演赢得了观众的喜爱 在《追鱼传奇》中,她饰演的红灵,灵动而深情,令人难以忘怀 而在《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兽》中 她饰演的盛明兰则展现了她的演技高峰 将盛明兰的聪明机智,善良贤淑演绎的淋漓尽致 每一个眼神,每一个动作,都充满了真挚与感染力 让人为之动容 赵丽颖的《演技之路》并未止步于此 她继续挑战自己,尝试更多不同类型的角色 在电影《公所沉香》中,她挑战了反派角色琉璃 将琉璃的狠蜡与心机展现的入目三分 而在《第二十条》中,她再次突破自我 饰演了聋哑人郝秀平 她用自己的表演引爆了全片的泪点 让观众为郝秀平的命运感到心痛与惋惜 这种真实动人的表演,让人忘记了她是赵丽颖 只记得她是故事中的郝秀平 郝秀平和琉璃的反差也看出来赵丽颖在演艺道路上的挑战突破 然而,赵丽颖的演技蜕变之旅并未就此止步 当她踏入仙霞世界,饰演魔剑女王沈黎时 我们再次见证了她的演技巅峰 沈黎,一个既强大又脆弱的女王 赵丽颖用她的表演将这个角色塑造得立体而生动 她展现出了沈黎的霸气与威严 同时也细腻地描绘了她的柔情与挣扎 赵丽颖的每一个眼神都充满了力量 每一个动作都透露出魔女的神秘与魅力 在她的演艺下,沈黎不再是一个简单的角色 而是一个充满故事与情感的立体人物 无论是温柔贤淑的琴儿 活泼可爱的薛珊珊 还是深沉复杂的好秀平 霸气十足的沈黎 赵丽颖都用自己的演技赋予了角色灵魂与生命力 她不断挑战自己,尝试不同类型的角色 让我们看到了她的演技蜕变与成长 赵丽颖的演技之路还在继续 她的未来充满了无限可能 我们期待她在未来的作品中继续挑战更多高难度的角色 用自己的才华和努力 为我们带来更多精彩的作品和深刻的感受 赵丽颖,这位演技蜕变的璀璨之星 她的每一个角色都让人印象深刻 她的每一次表演都让人为之动容 她用自己的才华和努力 书写了属于自己的演技传奇 我们期待她在未来的演艺道路上继续闪耀光芒 创造更多辉煌 在演艺事业中 成长和蜕变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而赵丽颖正是这个过程的活生生力正 从她出路头角时的荧幕小花到如今的演技派女神 她的演艺之路充满了无数的挑战与突破 这不仅是她个人的成长历程 也是她对演艺事业的热爱和执着的体现 赵丽颖的蜕变之路充满了坎坷与艰辛 但也注定了她在演艺界的独特魅力 从一开始的荧幕小花 她就展现了出色的天赋和努力 但真正让她脱颖而出的是她对角色的深入理解和刻苦钻研 每一次的角色塑造都是一次挑战 她不断突破自我 不断挑战各种类型的角色 让人们见证了她的成长与进步 赵丽颖的演技之路并非一帆风顺 她也曾遭遇过种种质疑和困难 然而她并没有因此而气馁 反而更加努力地去提升自己 去突破自己的局限 正是这种不断进取的精神 让她逐渐从一个荧幕小花成长为演技派女神 赢得了观众们的认可和喜爱 对于观众来说 赵丽颖的蜕变之路也是一种启示 她用自己的努力和坚持告诉我们 只要心怀梦想 勇于追求 就一定能够突破自我 实现自己的目标 因此 让我们一起欣赏赵丽颖不断突破的演艺之路 为她的成长和进步而欢呼 也期待她未来更加辉煌的表现 王一博微信礼貌回复成新话题 网友 太可爱了 王一博红得理直气壮 从这么多人对她的评价中 我们发现一点 她是一个宝藏男孩 长风破浪的导演在看片会现场 提及主演王一博的时候 对她的评价很真切 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到这个男生私下的样子 导演姚晓风说 头一次见面的时候 王一博跟杜华一起来的 感觉跟之前跳街舞之类的样子完全不同 王一博很安静 很羞涩很有礼貌 自己坐在角落里 她和杜华聊天的时候也不插嘴 就安静地听着 但其实她一直都在观察王一博的言行举止 说话对答过程也非常有礼貌 聊完之后 导演姚晓风就说 这就是她想要的那种干净青涩的小男孩 后来事实也证明了 导演的选择是正确的 听到了吗 生活中的王一博是个乖宝宝 人也不善言辞 哎呀 这个孩子咋就这么招人喜欢呢 瞬间妈妈粉上线 这种的孩子谁不想要 采访中 陈芷希又开始挺不住的夸王一博 这世纪热烈后 再度合作电视剧长风破浪 她说自己觉得王一博特别厉害 从不迟到 其实每个人时间很难卡总会堵车耽误 但是王一博从来没有迟到过 不由自主地想到 拍摄长空时 导演刘小士也说过 王一博一次都没迟到过 自己当时都迟到过两次 而王一博一次都没有 同时 跟王一博合作的各大品牌 在拍摄物料的时候 也曾不止一次夸赞过 王一博从不迟到 他都是准时到 也不提前 哪怕会提前一会儿到 然后在车里等候几分钟 准时出现在工作场合 更重要的是 王一博的配合度很高 从不抱怨 对待细节上的把控很细密 会有自己的态度和想法 也会尊重团队 跟他合作很舒服 整个团队的态度让人佩服 像王一博这种咖位的艺人 不迟到 不提前到 尊重 理解 共情 这样的工作伙伴谁会不喜欢 哎呀 听着这么多人都在夸 有种说不出的骄傲 选择欣赏王一博 你会发现他的优点越来越多 一个自律 谦逊 认真的男生 做人做事稳得一笔 难怪他能够红 还能红这么久 品行有魅力 专注有责任 有天赋还努力 这种艺人 娱乐圈应该多一些才好 更重要的是 在近日度化的参加的一档节目中 他提及希望自家艺人在微信回复的时候 别太没礼貌 不要按 呃的 而是在呀 好呀 随机张大大说 如果王一博会在呀 那个画面不敢想象 好了 王一博的大男主电视剧就要上线了 这次的看片会反响很不错 都说王一博的表演提升很大 给了很高的评价 现场不少人说 这次的角色魏若来很有魅力 王一博的表演代入感很强 会让我们惊艳到 那我们就一起坐等金融才俊魏若来上线吧 王一博近日因其微信回复举止备受关注 网友们纷纷发表观点 趁其举止举止得体 展现出了一种极具亲和力的形象 这一细节行为成为了网络热议的焦点 许多人对他的礼貌回复表示赞赏和喜爱 王一博以其独特的魅力和亲和力赢得了众多粉丝的喜爱 而他在微信回复中展现出的礼貌态度更是增添了他的人气 这种细微而真实的举止让人感受到他的真诚和善良 引发了观众们对他的深刻好感 在当今社交媒体盛行的时代 明星的言行举止常常会受到公众的关注 而王一博的微信回复举止不仅展现了他的礼貌和亲和力 更让人们看到了一个真实 平易近人的一面 这种真诚和善良的形象深深地吸引着观众 也为他赢得了更多的粉丝和支持者 或许 在瞬息万变的娱乐圈中 这种真实的举止恰恰是王一博所具备的最珍贵的财富 无论是在舞台上还是生活中 他都能以真诚和亲和力感染着身边的每一个人 这也正是他所散发出的独特魅力所在 因此 让我们一起欣赏并支持王一博 希望他能继续保持这种真实和善良的态度 为观众带来更多优秀的作品 也希望他能够在未来的道路上一直走得更加坚定 更加光辉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 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 充满活力 再见 请不吝点赞